我自己本身是受害者 這個是我自己的圖像被盜用的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收到朋友 寄來給我確定說 委員這是你嗎 你有其他帳號嗎 然後通常都拿去郊遊 徵婚啦 郊遊啦 什麼的 那昨天我老婆受不了 她收到一個朋友寄給她的 那這很誇張 這也會盜用我的 她說你盜用就算了 她上面來給我寫上偶 我請問一下 你們訴發部是不是打炸國家隊之一 當然我們是兩個部分的協辦單位 是兩個部分的協辦單位 那最近也通過一筆13億的經費 說要來打炸 這個應該不是編在我們部裡 對 不是 我知道 但是整個行政院 有這樣子的對外宣誓 理解 沒錯吧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詐騙橫行 被盜啦 被炸啦 被騙啦 你知道大部分人都只能 自利救濟啦 自求多福 我自己本身是受害者 在場其實搞不好也有其他受害者 這個是我自己的圖像被盜用的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收到朋友 寄來給我確定說 委員這是你嗎 你又有其他帳號嗎 然後通常都拿去郊遊 徵婚啦 郊遊啦什麼的 那昨天我老婆受不了啦 他收到一個朋友寄給他的 那這很誇張啊 這位盜用我的啊 他說你盜用就算了 他上面還給我寫上偶啊 上偶啊 各位 所以 不然我今天未來 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 不只我被盜用啦 其實有太多其他的 尤其這些名人啊 或者是名嘴啊 很多啊 白嘉莉啊 氣象主播啊 理財名人 夏玉芬啊 謝金河啊 名嘴 陳鳳馨啊 他也開過記者會啊 吳淡魯啊 黃西田啊 陳文倩啊 省村法啊 包括那個姓學博士 許藍芳啊 他們也打 他們公司也打電話到服務處 說希望我們出來開記者會啊 遏止這些事情啊 因為你去交友啊 然後徵婚 有的沒有 現在還賣東西 然後尤其是比如說理財詐騙這些 什麼純股投資什麼的 對 所以部長 你都知道嘛 怎麼處理 是 你總不能老是叫我每天都 都一直在澄清 我已經檢舉啊 這個檢舉到臉書啊 還有那個Instagram 無數次 真的 我想事後的就是檢舉應付 不管再快 仍然是造成像委員的麻煩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像 特別是投資詐騙這種 應該是事前 就是他除非是有金管會的認證 不然根本不應該讓他登這種廣告 所以這要怎麼做啊 這個就是金管會已經有法案了 所以是金管會的責任 是 那他是刻以平台責任 刻以平台責任說如果 所以你們有告訴金管會怎麼做 所以現在是金管會的問題 對 他刊登這個 如果沒有這個事前審查的話 金管會要負連帶責任 我請教你們 你們是下面有資安署 就是平台要負連帶責任 你們是資安署欸 是 資安署下面有國家資安研究院 是 那所以你們研究出來就是說 這誰責任 這誰責任 所以現在造成這些問題 是因為那些部位沒有負責任是這樣嗎 不是不是 而是我們這邊研究出 難道是我的責任嗎 我們這邊研究出來說 在每個關卡應該要換成 怎麼樣像防火建築材料一樣 那他們有沒有換 不是事後來救過嗎 他們有沒有換 有啊 大概都有導入 那可是還是這樣啊 對 現在因為像您剛剛提到的臉書 他現在就是有一個快速的通道嘛 快速檢舉 快速下架 但是我們這邊研究出來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也許之後透過像 剛剛提到的工商憑證啊 金融憑證等等的這些憑證 所以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你們 你們現在四大面向 你們試詐 賭詐 阻詐 懲詐 這是你那13億要花的錢嗎 而且還做的KPI喔 你們要每一年要宣導 觸及三千萬人次 然後防詐簡訊一億四千萬折 攔阻率提高5% 賭詐每一年啊 攔阻詐騙簡訊三千萬折 人頭門號停畫五千門 然後呢開發數位防詐工具兩種 主詐每一年本國銀行百分之百 什麼什麼什麼主詐 然後最後都是說提高5%啦 我們花13億 然後你們大概是KPI說 只要提高5%就可以了 攔阻率提高5%就好了 部長 你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第一個都要花我們的錢耶 第二個你們的KPI設的蠻低的耶 還沒辦法全面防堵詐騙耶 你要跟他5%而已啊 5%而已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也不期待你們能夠防堵 我這個被盜用了啦 我幾乎放棄了 可是我今天就是要告訴你 這個氾濫的程度 這個災難的程度 我還沒有講我的Telegram 我的Telegram在今年去年被盜用 好多可能也因為我那個被盜用而受害 都寄訊息給他們 然後還跟他們好像AI chatting這樣 你知道嗎 他們都以為是我 後來發覺不適 結果我去報案了 我報案了給警政單位 他們也沒辦法處理 後來是我自己的朋友 因為他這方面的技術很厲害 他讓我的網站重新救回來之後 我進去把他delete掉 關掉才結束這場浩劫 但是政府做了什麼事 Nothing 什麼都沒做 我們自救 這是我自救成功的一個案例 Telegram 那我就在想說我們政府在幹嘛 13億幹嘛 連一個最基本的可能Telegram 我的Telegram被盜用了 你們都沒有辦法告訴大家要怎麼處理 而且就我所知 太多人的Telegram同時都被盜用 不是只有我的 不是只有我的太多了 所以部長我不曉得你平平點頭的意思是什麼啦 可是我必須講我對蘇發部 還有整個政府的打炸國家隊 到目前為止的表現 非常不滿意 而且要花大錢 趙偉 這件事情交通委員會要好好地追啦 要好好監督啦 部長我看你也答不出話來 我可以說話了嗎 因為您就是一直沒有到句句號 對我覺得像去年我就完全不使用Telegram了 雖然我因為有兩階段驗證沒有背道帳號 但是在當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就理解到說就像委員所說的 它變成好像AI的戰場一樣 就是那個軟體 因為它既不在就是境內 也沒有落地在境內 所以我們對它的就是控制力確實是很有限 但是其實有不少的政府官員使用Telegram 再來就不用談民間 可是你講到一個重點 政府知道了 為什麼沒有普遍的告訴人民這件事情 這誰的責任咧 我們一向都是推薦說是用有落地的 至少在這邊有分公司的通訊軟體 我覺得這是非常謝哲的說法 政府必須積極的告訴大家 這是你們的責任 不然成立書法部幹嘛 拜託部長 我想如果委員指的是一個使用指引的 你們起碼預防或者事發了以後 你們知道原因的 你應該廣泛的告訴民眾 這是很好的 還有使用者 你要怎麼防範嘛 是最基本的 這個是全民意識的部分 我想我們不管是指引 還是全民意識 我們都會請我們資安院來加強辦理 因為時間關係 部長這個請你們拿出積極的作為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部長加油 是 謝謝 你看 把問題解決一下嘛 是 我們江委員長得也太帥了 都沒有人 你看詐騙我跟洪森漢兩個 你請問一下 你一定是誰 也是不救嗎 我還要趕著 我不是要趕著 你 兒子 我還要趕著 有個東西 你 公主